红色轿车缓缓的在车道上倒车 一辆又一辆车子从他旁边呼啸而过 看仔细轿车居然是在台七四线高架路段的内侧车道 多亏后方好几辆车都有保持安全距离 第一时间发现机械刹车才没有撞上去 而红车驾驶在倒车过程一次还插撞到中央分隔岛的水泥护栏 车辆一度高低起伏 目击民众拿手机将画面拍下 并分享到网路社群迅速引发讨论 不少网友惊呼这样的行为真的很危险 如果衍生事故害人又害己 就算是真的开错路或是错过出口 也应该要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车道再下高架 才是正确的做法 对此裁则警方表示 依法最高可裁罚三万六千元 将调阅相关监视画面 透过车牌追查并开单